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本上个礼拜也是坚持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那你觉得这是否预示在贸易领域会很不平静 对 这个和市场经济地位直接挂钩的一件事情 就是征收反倾销关税的问题 现在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倾销商品最头疼的就是钢材 那么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我觉得明年有比较大的可能 就是中国的出口会是遇到美日欧的联手阻击 为什么会说明年呢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等美国开第一枪 就是等这个川普上台以后 看看他会怎么动作 之所以日本12月8号他出来就表态了 说坚持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那我估计呢也是他对川普政府下一步的政策走向比较有把握了 所以做出了有所跟进的这样一个姿态 川普呢他是宣称他掌权以后会对中国的商品普遍征收45%的关税 当然他未必会全面征收这个45%的关税 但是他对那些倾销比较严重的领域啊 有比较大的动作是在所难免的 既然川普愿意出面挑这个头顶这个雷 那别人也自然也就愿意跟着了 有什么摩擦和纠纷呢 先让美国去干 然后在中美双方这个冲突的过程中呢 别人也可以看得出来双方各自的底线在哪里 那么日欧跟进也就比较有经验了 所以我想一个比较大范围的阻击在川普上任以后会陆续到来 会对世界的贸易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会有比较大的变数 这两年由于中国内需疲软 所以他把过剩产能的输出 依赖国际市场来消化的过剩产能 作为一种经济战略了 那么这个就对西方国家造成了比较大的冲击 所以西方国家相应的对这一类产品征收反倾销关税 也在逐渐升温 2014年美国就对中国出口的光 服产品征收了反倾销关税 今年5月份 2016年5月份 美国对中国生产的冷压钢征收266%的反倾销关税 8月份的欧盟也跟进了效仿美国的做法 只不过欧盟家的这个税要低一些 最近又对中国生产这个硬木交合板和洗衣机 也征收了反倾销关税 就是说美国 那随着川普上任以后 这个动作的范围我想肯定还会扩大 中国政府过去几年通过一对一的谈判 现在世界上已经有80个国家 承认了中国大陆的市场经济地位 但是现在欧美和日进行抵制之后 会给中共带来什么样的压力 可以说是压力山大 而且来的也会比较快 比较直接 虽然说美日欧 你说起来的只是三个经济体 但是美国和欧盟 在去年在整个全球的经济总量 所占的比重都超过了23% 中国大概就是百分之十五点几 你再加上日本 这几个加起来 实际上就已经超过70%了 就是天下三分 就这几个经济底一刨去 就已经去了两分多了 那剩下的八十几个国家呀 它个数虽然多 但是它在全球经济总量里面 只占一小部分 你把它们全算在一起 它也是一个很小的市场份额 所以美日欧 这三个要不点头的话 那真是很大的问题 再有就是看去年 中国五大贸易伙伴里面 排名第一的是欧盟 第二是美国 第三是东盟 第四是香港 香港呢 其实是做转口贸易的 它不是说进口那么多商品 就放到香港市场去卖 不是那么回事 第五是日本 所以实际上的排名前四大贸易伙伴里面 美日欧就四分就占了其三 所以他们如果联手啊 对中国的出口商品 采取比较大范围动作的话 这对中共政府会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如果说大贸易战呢 同时面对多个对手啊 中国是没有办法打的 如果是对单个对手 它倒可以试试 你比如美国 对中国的出口商品呢 征收了额外的关税 那中国也可以列一个单子清单出来 然后反过来报复美国 你像这个最近几年 美国出口中国的第一大宗商品 都是运输工具 其实就是飞机汽车这些东西 你说我不从波音买飞机 你还可以从欧洲买吗 可以买空客 但如果和欧盟也发生了贸易纠纷 也打贸易战的话 那你就没办法从别处买了 你不能从东盟买飞机 东盟也不造这个东西 是不是 而且像科技类型的产品 科技含量高的 其实全球产地就是美日欧啊 你如果说跟他们打贸易战 不从他们那边进口的话 也就没有可以替代的这个供货方 那么实际上最后也会影响你自己的经济发展的 你说打贸易战 从这个贸易总额中占比例很小的那些 无关轻重的产品入手去报复别人 它占比例小无足轻重 那这个它所产生的作用 也影响不到别人改变决定了 是吧 所以这个贸易战实际上还是没法打的 所以美日欧一致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它所造成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那么现在中国领导人是需要认真考虑 他需要遵守国际贸易的规则 他要改变过去的那种做法 在这个世贸体系里面 中国是只享受红利 不承担成本的这个时代 恐怕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如果说在经贸问题上 西方对中共的态度更强硬一些的话 对政治格局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由经贸格局改变引发 政治格局改变的情况实际上已经发生了 你像钢铁行业 它在欧盟和美国都是反对全球化的中间力量 而且它确实起到了很大的推力作用 它之所以现在这么活跃 发挥这么大作用 和中国的关系就很直接 2015年90月份之间 英国两大钢铁厂商相继倒闭 一下子造成4000人失业 这给当地社会造成非常大的心理冲击 这个就跟中国的廉价钢铁输入 有直接的关系 2013年在英国市场 中国产的钢材的市场占有率还近乎零 可以忽略不计 可是两年以后 到了2015年的时候 它居然就达到了37% 然后这个廉价的钢材 以涌进来 立马就把这个英国历史悠久 他们本土的钢铁企业给干掉了 就倒闭了 这个在当地引起了一个非常大的恐慌 心底的恐慌 所以这个钢铁工人工会 它马上行动起来 要求把这个中国的廉价钢材给踢出去 这个工会的动员力很强 它出来振臂一呼 然后其他受到全球化伤害的群体 云集影从 它马上就会议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 这个社会声浪 它对英国的脱欧 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把英国从欧盟里拉出来 中国的钢铁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川普在当选的过程中 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觉得以一两年为界 我们来看川普把工作带回美国 这个政策执行效果如何 如果他能够见到一定的成效 那么在社会上 他必然会激起更强的呼声 要求川普更加果断 采取更大范围的动作 就是贸易保护主义的 会有进一步抬头的趋势 就保护美国自己的工作机会 不让工作机会外流 把外国的商品挡在外面 那可能这个呼声会更高 那么如果川普从中下层 汲取了更强的支持的话 他也就可以更大胆子甩开膀子干 在外交上对中共也可以更强硬 12月12日中国新闻网发布了一篇文章 讲中国入世15年 全球化一直在路上 那么他强调参与全球化 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那么现在在这个世界西方发达国家 纷纷逆全球化的这种形势之下 中国的全球化是否是不可逆的呢 其实这个全球化 它所带来了一个主要副作用 在各个国家 我认为都是一致的 就是它使得这个原本国家的精英层 和它自己所成长这个社会土壤脱离了 就是说原来在全球化之前 一个国家的政界商界学术界精英 它的主要活动舞台还是在自己的国境之内 所以它哪怕出于自己的利益 它还是要去关注一下社会公平 去解决一下社会矛盾和去促进均衡发展 可是现在这个全球化起来以后 它第一步就是金融业的全球对接 那么这些精英阶层呢 它一方面可以把它的财产 通过离岸公司转移到海外去 然后它的家人也可以送到别的国家去居住 它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是全球化的 它早上在纽约 晚上在巴黎 是吧 这样的话呢 它的切身利益就和它所居住 就它原来所成长的这个国家 社会土壤就脱离了 它对自己所成长的这个国家 社会矛盾 它就熟视无睹了 而且它也麻木不仁 就完全没有兴趣去关注和解决它了 这种情况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再明显不过了 就是社会上层有权有关系的人 把自己的家人都送到海外 财产也转移走 享受好的社会环境 自然环境 至于说中国这个地方怎么污染 雾霾怎么严重 好像它也不关心了 这个社会怎么烂下去 它也失去了去解决问题 改变这个环境的积极性了 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全球化呀 虽然一段时间内 我们看到它对减少贫困确实有帮助 但是你走过这个阶段以后 却发现社会的鸿沟拉得更大了 想要实现公平变得更难了 那么这在中国还有另一个表现呢 就是说中国的大城市已经出现了中产阶级的二度贫困化的问题 但是我们说中产阶级的贫困化不是说它一无所有 又跌回到那个赤贫的状态 对于大部分人来讲不是这样 虽然说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在了少部分人身上 比方说那些去年在股灾里面输的一无所有的散户 对吧 对于大部分中产阶级来讲 这种贫困体现在 它没有办法从这个经济增量里面 新的增量里面再分到一杯羹了 说起来现在中国每年还有6%几%的增长率 但是呢真正哪怕这个财富有所增加的部分 主要还是被这个权贵集团 这个上层经营集团拿去了 中产阶级已经没有办法再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了 同时由于这个大城市的物价上涨 超发货币造成的通货膨胀 以及房价的上涨 这中产阶级它的购买力被不断的压榨 所以它现在可支配收入也是越来越少了 只不过现在由于中国舆论环境的封闭 大家没有办法去探讨 就这种处境所形成的背后原因 也没有办法发出自己的声音 如果说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 这种处境和全球化是有一定关联的 它是全球化的一个副作用的时候 那我相信即使是在中国逆全球化这个声音也会出现 实际上这个土壤啊 现在在一定范围内已经具备了 而且我相信随着实践的退役 它还会发展 如果说全球化 有一个最大受益者的话 那就是中共政府 那这十几年呢 确实是膨胀了很多 那么力量也是增长了很多 但是它也用这个经贸手段来封别人的口 比如这个国际社会啊 不感觉中国人权的状况发生 其实这也就是一个原因 那现在呢 中共是在国际情报格局里面受挫 也许是个开端 那么最终会在中国国内的政治格局里发生变化 好 谢谢文章 谢谢严真 好 观众们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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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